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疫情下的上海汽车业 那么作为工业皇冠上的名著 汽车产业链是非常的长的 那么涉及到的行业也是非常的多 集成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如同一组组精准精确的一些齿轮 彼此是相互配合 让一辆辆汽车可以顺利地使下生产线 如今上海市正在经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 也可以说是一个困扰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政政 上海在中国的汽车版图究竟是有多重要呢 2021年全球上海市汽车产量283.3万辆 与上年的同期相比是增长7% 全国汽车总产量份额里是占的一成 产值达到7586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1.1% 是全国新车销量第一大城市 这个量大至优是上海汽车工业的底色 那么除了这个体量 上海更是承载着汽车产业技术向上突破的先锋作用 技能源和智能联网是汽车新的核心价值所在 那么上海为此是做出了清晰的规划 加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汽车产业发展高地 如今由于疫情的冲击 上海汽车工业面临着巨大考验 没错 那对于总部在上海的上汽系来讲 影响当然是很大 上汽乘用车 上汽通用 上汽大众等工厂 它的减产甚至是直接进行就暂停生产了 上海工厂本身也是海外多家汽车集团的重要支撑 那么公开数据显示 上汽大众在2021年共出售了134.3万辆的新车 占据大众集团全球销量的15%以上 那么受到防疫政策的影响 特斯拉于3月28号开始 是暂停其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生产 分析人士就指出说 按照这个日均生产2000辆汽车的一个产能来计算 停产将会影响到近2万辆特斯拉的汽车生产 进一步会拉长特斯拉的提车周期 进而也会波及到终端售价 那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它的规模是超过了86万平方米 为中国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 其实也是特斯拉首个美国以外的超级工厂了 2021年全球一半的特斯拉汽车 都是在此生产的 封控期间上海汽车工业熄火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上海各家车企应地质疑地展开生产自救 开展线上办公 彼此是协调沟通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维持着线下的有限生产 那疫情造成的线下停摆 是让车企们受前受后的服务 无法直接触达 有的车企便是利用这一时间 就开始了线上培训的还有营销活动 没错 蔚来汽车就表示说 在4月初的时候 蔚来上海是为服务专员们 就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的线上服务指导和技能培训 3月至今 蔚来汽车上海区域是共进行了超过40场的线上直播 累计观看量超过了30万 内容也是涉及到用车 保养 购车等等 可以说是2020年至今 疫情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车企是正在断断续续的线上办公当中 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经验 上海的疫情确实影响了多家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规划 在过去两年经历过疫情冲击的车企 有了冗余库存做备份的经验了 比如说像重新的设置厂区安全库存 还有像调整原有的备货计划 根据零部件库存 还有零部件的供应商生产计划 来灵活地调整生产计划来保证 交量还有这个交付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是这么幸运的 三月以来呢 这个特斯拉上海工厂是多次宣布停产 距离3月28号宣布停产 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受到这个疫情和零部件紧缺的影响的 也有外地车企就比如说威马汽车 它是位于浙江温州和湖北黄岗的智能制造基地 主力在售的车型啊 它的每个月的订单是近万辆 大部分也都是无法短期交付 威马汽车表示啊 为了保障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供应 那公司一方面呢 就是与供应商沟通主动遁守 另一方面是基于长远的考虑采取 计划就是采取国产化的替代方案 目前呢 已经和一些国产供应商进行接触 那一位零部件企业公司负责人 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他说车企啊 普遍呢 零部件的库存深度不够 外地呢 是有车企被迫停线生产 整车厂就开始找别的供应商的订单 就都要丢了 供应商产能下降的一些应急措施 自然不是一些长久之际啊 如今不能一次性的大批量进口 而只能是小批量分多次来进口 就容易产生什么呢 是加急运输和成本上升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物流就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上海近期疫情形势严峻 作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口 上海港所在地啊 上海的集装箱货运运转 因此也是受到了直接影响 根据上海道路运输管理局发布的通知 3月29号起设计上海港 进港运输的集装箱车辆 需持有上港集团发放的电子防疫通行证 而获得通行证的条件是集装箱卡车司机 同时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24小时内抗原检测阴性证明 不过行业人士表示上海市内 集卡运输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现在更多的问题是 长千角木地区的很多地方 对于上海来的车辆是直接就采取了 一个劝反的这么一个行为 据了解从3月28号开始 江苏 浙江 安徽三省的 多个地区的高速出口 对于上海车辆管控措施 是进行了再次升级 比如说同龄 还包括镇江 丹阳等等地方 都是采取了一个直接劝反 先驱则是对于来自上海的集卡司机 实施了一个下高速后直接隔离 一位外资零部件供应商人士 他分享了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在上海封闭前 公司的零件就上到高速了 到了收费站 对方看车辆来自上海就不放心 最终下游车企只能叫插车 来卸货转运进程 运输成本比部件都要高 他们都表示说 现在最要命的问题 真的就是物流 因为你的什么东西都运不走 没错 确实这个情况非常的麻烦 这就要求车企 必须要及时来调整运输路线 并且也是针对新的路线 再图时间来重新设置 厂区安全库存 原有备货计划 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供应链的企业的一个应急处置 变得常态化 一家国际知名的零部件企业 相关人士就要是说 公司是成立了一个应急小组 来协调解决供应链客户保工等等问题 那么在各家工厂和物流分波中心之间的 一个调度运输成品和半成品 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地行动 敦促企业落实疫情防控闭环管理 推进符合健康条件的企业员工到岗到位 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上海市家定区的政府 也是制定了相关的工作指引和管控方案 为中地区提供文产防疫指导 那么落实疫情防控闭环管理 推进符合条件的员工到岗 保障企业安全生产 确实看到大家都在落实抓落实干 那么为了支持相关企业 保持产业链的一个供应链的稳定 为多家企业开了一些跨省商的一些请函 这个请求呢 请求是市经经信委 开具往返这个江浙地区的上海 重要生产物资保障通行证等等 一系列措施 那么助力企业全力生产 多位零部件企业的人士也表示说 感谢上海政府在疫情期间 推出了一些助企纾困措施 希望也能将它继续地持续下去 就是现在大家在物流上吃了很多苦 但好在疫情终有一天会结束 希望地方政府呢 它能保证企业生产物料供给的通行证 也可以出台更多能够帮助到企业 抗疫情促发展的一些政策 就比如说人家疫情期间的税收 社会保险等等 这些优惠措施 可能就尽可能地去尽快地出台 雨过之后总会见到彩虹 那么2022年 我们其实现在一看 已经到到五一了 都过去了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不能重启 那就等疫情结束之后 迎头再赶上了 好 这一时代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